HELLO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昨天的美國股市是震盪劇烈非常戲劇化的一天 昨天大概接近尾盤台北股市凌晨大概3點多左右 NASDAQ的急殺 原本是大漲將近快2% 收盤是跌2% 日線架構出現了一個高檔的一個支母變盤的一個長黑K線 那當然來自於消息面 可能加州又再度的這個比較嚴格的這個封城的一些動作 不過我覺得從技術面來看 其實很多人會問怎麼樣有沒有機會領先市場 那我覺得從技術面他會說話 我們以台子旗的夜盤來看 轉型單打個下殺大約是在凌晨30左右 但是我們台子旗夜盤 在我們的一個預支線 空間預支線的一個部分 在凌晨1點45分 在這個位置 大約是在12283這裡 已經出現了轉空訊號 12283出現了翻空訊號 你可以看到在凌晨1點45分出現了翻空訊號之後 隨機下來 因為我們的這個空間預支線 進場之後就會告訴你 哪個時候這個 可以做一些停力的動作 都會先告訴你 那這個愛心的一個符號就是告訴你 初步的一個停力訊號 位比較多的 可以先行做一些減碼的一個動作 所以從昨天凌晨1點 空單 續爆 活力減碼 好 一直到今天 9點半左右 出現了轉動訊號之後 你的空單做一個全部減碼的動作 很多人問這個地方要不要做多 10點30分這個地方要不要做空 我說過你要搭配動能感知量能去做一個判斷 昨天1點45分 為什麼這個趨勢的一個行情比較大 因為動能感知量它也是同步站在空方 當我們的空間預支線跟動能感知量 同步是站在同向的一個空方走勢 或者是多方走勢的時候 它的一個趨勢盤會更為明確 所以你們發現其實在今天大概9點半過後 行情偏於比較一個狹幅的整理 為什麼 因為動能感知線跟動能感知量呢 空間預支線的部分 偏於一個整理格局 有點不同調 而且它的一個 這個空間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放射帶的一個部分 它呈現一個比較下幅的整理 所以我們從這個邏輯也可以很輕鬆的研判 就是說後面這個多空的訊號 第一個我會建議投資人 如果說你不是這麼積極的盡量是好做 或者你口數多的 平常都做10口的 遇到這種所謂盤展訊號 你短線 可能做個一兩口兩三口就好 不會不用放得太大 那反而像這種趨勢確認的一個部分 你可以做的部位更多一點 因為它的獲勝的機會更高 好 所以我們從上週開始開放給很多 我們的好朋友 陸續做一些體驗試用的活動 我們這個一直到這個禮拜五截止 所以你還沒有拿到帳號密碼的 在這邊跟各位講 趕快在線上 敲我們的服務人員或者直接來電 跟我們的線上服務人員做個掐詢 會告訴各位適用的帳號密碼 把握好這次奇異博士 我們隆重推出給各位 最好最實用最簡單的操盤軟體 最後祝大家操作順利 拜拜 本公司與所推介之個別有價證券 如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謹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右上角的訂閱內容 給他用力的按下去 我們精彩的分析內容 我們也想收看的 在左下角可以觀看到過去的一個紀錄影片 想要提問 留言區的部分就是給大家發問的地方 當然千萬不要忘了 叮噹一定要記得按下去 才能第一時間收看到最及時的資訊跟影片